我现在来记录就是唐亚的配方就是沙尘满的喷雾剂 那它的材料满 它的材料很简单 只要是那个酒精就是70%的那种外用酒精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兰胶油加粒 就是英文是Eucalyptus 那什么叫Globalus 好那我现在就开始调 好那我调好之后我通常就放在一个 通常是也是带装酒精的 因为它这个东西 精油本身有时候会 会把一些塑胶 尤其是那个保利笼会吃穿 所以它像这个塑胶瓶一般是 我记得是二号 对是二号的塑胶瓶 所以它是可以耐化学药剂 好那现在就是要调 我现在先调个 先把酒精倒下去 其实这个过程非常的简单 我想今天调多一点 因为我今天需要再用多一点 大概是900克 900克好像超过了 先600克好了 这还有一点太多 好那没事 这个比例我觉得不用非常的准确 但是总是不要插太远 好那如果600克的话 蓝胶油加粒精油的话就要 看这是二倍 就要说10克 我给它放个12克 我给它放个12克 11克好了 OK 20克 是20克 好 这蓝胶油加粒精油 它闻起来 有点像那种块木吧 就是它有一种香 木头的香味 好那现在差不多我的酒精是22克 酒精是600多克 然后600多克 610克吧 然后蓝胶油加粒是22克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烤一条 这个就是拿来 假设我去拿一个那个漏斗 因为我要准备把它放到我的喷瓶里面 好这样子哦 哦 放的时候还是小心一点 因为它既然是酒精 里面有要用酒精 那如果碰到我的桌子 因为我现在在桌子上面操作 我没有那么小心 这个酒精如果碰到像我的木头桌子上面 它会有一个有点像 一个保护漆 它如果碰到漆 它会 它会把那个油漆给弄掉 英文好像叫做varnish 或者是 哦 我忘记另外一个名字 它有几种材料 反正这个东西碰到酒精 都是有点危险性 所以它会不会把 它上面的保护漆给吃掉 所以 我就放一个盘子 假设我一不小心失手了 滴下来的话 起码就有救 不要到时候 我说哇 又有个地方又被我弄坏了 虽然这个桌子也是买旧的 可是 能小心一点又小心一点 那接下来我就开始要使用 这个就是它沉满的 像我的女儿 她有气喘的毛病 所以我昨天就是把她的房间 第一个像这个窗帘的部分 我就把它先吸过 用吸尘器好好吸过之后 然后我就这样喷 你喷完 喷的时候最好是开窗户 因为它这个喷了之后 那个酒精散发的味道很强很强 那我昨天已经处理过这个 就是所有你不方便洗的东西 像窗帘 像那个沙发 沙发我昨天也用那个 蒸汽洗蒸汽 那个叫什么 steam cleaner 就是美国有一种 它洗地毯的 它用热水或烫水来洗地毯 我有这个稍微给它这样子 吸过一下 然后再烫一下 所以这个也可以这样子喷一下 我昨天是喷了一下 可是它的那个气喘还没完全好 今天早上我还是有听到它在咳嗽 所以我后来决定我要做这个 这个先 这个还是 因为他老爹有习惯用那个 就是电暖炉 那电暖炉的话 因为它这个东西也是像风扇一样 有时候没办法清 就是你 你如果说吹久了 这里面我想是静电的关系 一定会累积一些灰尘啊 一些乱七八糟的 那我现在先确定这个电器是 拔起来的状况 那我现在就把它喷一下 这个这个喷剂很有意思哦 那前面后面都喷一下 这喷剂很有意思 你像我上次还拿去那个 像所有的布上面 我都会先把它稍微弄一下 但是记得你使用的时候不要有火源哦 不然可能就真的会喷火 像这个面纸会喷一下 我上次还带去旅馆用 就是旅馆 因为像旅馆 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使用那个旅馆 但是那个旅馆 我们进去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有点点鼻子 会流鼻涕啊干嘛 那当然他们地毯会每天吸啦 他每天来清房间会吸 可是很多东西是你用摘酒也不可能有去清 所以我那时候就带这个去 然后我就是喷它冷气孔 当然是冷气关掉的时候 等喷好之后 然后把冷气再打开 应该是怎么讲 把冷气关掉 喷好 确定它干了 因为这个酒精应该蛮快的 可是你就起码等个十分钟左右 等它干了 然后之后再打开 打开之后那个冷气的那个出来的味道 就不太一样 所以像这个 因为小孩子气喘 它有很多那种绒毛玩具 昨天我就拿起来洗 洗了之后 然后再用烘衣机把它烘一次 这些都是刚洗好的 所以在不行的话 我还有一招 就是用这个东西 这种抹布 因为我发现墙面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灰尘 所以我就用这样子把它灰尘 插一插 通常 通常如果说 我好好清一次 像这雕可以插到 墙面上 然后也可以插到屋顶 所以真的这个东西 然后包括这个风扇 不过这个就像梯子 因为这个很难控制 这个都可以插一插 就是你尽量把家里灰尘卷到最低 当然家里最好不要有地毯 像我们家是 现在目前是 那个硬木地毯 但是有些东西能够清 能够尽量清 清一清 它通常就不需要再用那个呼吸器 就是那种 它一种机器 它把那个药剂打出来 变成雾状的 然后就这样呼吸 所以通常 我们大概已经有 超过一年 两年 我们都很少需要让它这个气喘的毛病 使用到药剂 就是通常 这样弄一弄 然后有时候喷一下鼻子 就是控制那个流鼻涕啊 痰不要太多 它以前气喘严重的时候 会严重到 它就是晚上咳到睡不着 然后咳到后来又变成支气管炎 就变成要吃抗生素 所以 这个 它这个唐亚这个喷剂 叫做 沙尘满喷剂 我觉得超级好用 然后 然后又 又不是很贵 当然你要先去买一个 兰胶 尤加利金油 特别推荐唐亚这本书 它现在已经 绝版了 可是还是可以买得到 所以是非常推荐这个配方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